- 《模擬市民4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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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到目前為止已經6年了 - 很多人都好奇說 - 《第四代》 - 未來的展望 - 到底怎麼樣 - 未來還出什麼內容 - 會持續多久 - 又或者 - 什麼時候五代會出 - 現在 GamesRadar他們專訪了 - SimGuruGraham - 就是這次水果限定製造片的製作人 - 裡面提到了關於《模擬市民4代》 - 未來的內容的展望 -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- 到底怎麼回事 - 那在標題他就寫著 - SimGuruGraham - 他說 - 未來模擬市民4 - 我們還有很多內容可以做啊 - 其實關於這個啊 - 在上次我們看那個 - EA 的財報當中 - EA 的CEO他們也說 - 至少明年 - 仍然會是 - 模擬市民4的強勢年 - 所以代表說 - 我們已經確定了 - 模擬市民4 - 至少還會有一年多的時間 - 然後現在 - Sims開發團隊的製作人 - 他也說了 - 關於四代 - 接下來我們還有很多內容可以增加 - 很多內容可以拓展 - 他說模擬市民4的 - 新資料片 - Snow We Escape - 增加了更有深度的遊玩內容 - 還有新的概訪選項 - 所以關於存在最久的 - Sims title - 就是 模擬市民4代 - 我們之後 - 可以期望什麼內容呢 - 他說 - 模擬市民4代 - 是 Sims遊戲以來 - 存在最久的一代 - 然後再來 - 最近出的雪果限定資料片 - 有些人對其中的內容 - 感到很驚訝 - 像是那個生活方式嘛 - 大家沒有預期到會來的 - 然後再來 - 好些內容是根據玩家的一些 - 期望而出的 - 但是 - 隨著新一代的家界釋出 - 像是XBOX和PS5 - 還有更加進化的PC顯卡 - 我們很自然的會想到這個問題 - 關於模擬市民4代 - 我們之後還可以期待什麼 - 是模擬市民5代嗎 - 還是 - 更多的 - 開放式世界的選項 - 像是前一天值很流行的那個 - 那個MOD嗎 - 我們有介紹過 - 就是開放式世界的模組 - 如果說沒有看過那個模組的話 - 我會把連結放在右上角 -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- 又或者 - 是否這個雪國神帝照片證明了 - 墨市民4代 - 還有很多內容可以開發呢 - 然後他說 - 他跟SIMS的製作人 - 來談論一下SIMS的未來的展望 - 增加了兩種新的遊玩模式的系統 - 像是生活方式還有情感 - 這個生活方式是雪國神帝獨有的 - 不過情感是主城市就有了 - 不過雪國神帝會增加更多的 - 不過不同的情感內容 - 這檔的新系統都增加了人物的個性的深度 - 還有他們互動時候的人際關係互動 - 所以更進一步加強了這個模擬人生的遊玩體驗 - 那這種增加遊玩內容的深度 - 一直來都是SIMS這個社群的玩家 - 很多人所期望的 - 他說SIMS社群一直來都很希望能夠增加更多 - 關於模擬生活的一些更深度的細節 - 但是還有很多玩家希望能夠增加車子 - 我想要車子 - 還有開放式世界 - 然後還有更多的兔子洞的地點 - 像是超商啊或者是博物館啊 - 那所謂的兔子洞就是我們的人物可以進去 - 可是我們看不到他們在裡面做什麼 - 他們就進去之後消失一段時間然後再回來 - 這個叫兔子洞 - 其實關於兔子洞啊 - 其實我對兔子洞啦 - 我不是那麼的喜歡的 - 我比較喜歡是我們可以進去看裡面的 - 我喜歡這樣的模式 - 所以如果說真的有超商的話 - 我希望我們能夠進去 - 然後真的看不上人購買 - 這樣會很好玩啊 - 那SIMS的製作人說 - 玩家沒有預料到這次會出情感系統 - 還有生活方式系統 - 但是這一個類型的內容 - 一起來都是玩家有在討論 - 並且希望能夠增加的 - 那他也說他覺得在這個模擬人生的遊玩體驗當中 - 增加遊玩的深度 - 對玩家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- 情感系統我覺得很好玩啊 - 增加人物互動時候的真實性 - 那關於生活方式的話 - 因為這個是需要長期累積的嘛 - 人物需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- 才會產生某種生活方式 - 所以這個部分 - 我的人物好像還沒有產生生活方式 - 可能再等一下 - 接下來他說 - 除了他們出一些玩家沒有預料到的內容之外 - 他們有時候也會直接出玩家搶要的東西 - 像是最近即將到來的就是膚色的大改版更新嘛 - 這個是很多玩家一直在期望能夠改善的內容 - 他說關於人物的多元性 - 關於人物的representation - 還有一些沒有完善的地方啊 - 很多年來很多的玩家希望能夠增加一些關於disability options - 就是身杖的選項 - 像是輪椅 - 還有一些disabled friendly - 就是身杖友善的家庭物件 - 還有一些服務性狗狗 - 例如說導盲犬 - 那SIMS的製作人說其實EA有在聽取這個方面意見 - 他說他們有聯絡一些玩家 - 然後詢問他們 - 你們希望在遊戲裡 - 我們可以怎麼樣的去表達你們 - 代表你們 - 關於把身杖這個選項交到遊戲裡 - 我覺得就是多元性的代表是好的 - 這個出發點是好的 - 不過要怎麼樣處理 - 我覺得是要小心的 - 關於這樣的主題 - 真是要去系列處理 - 所以說他們有詢問一些相關的玩家 - 我覺得這點是蠻好的 - 這樣才會造成一些誤解 - 接下來他們說 - 其實這次的水果陣地資料片 - 可以視為 - 莫里士民寺未來發展的一個 - 發展的方向 - 因為這次的資料片 - 新增了一個新的系統嘛 - 就是生活方式 - 就是感覺我們遊戲到後期 - 其實該出的基本內容都出了 - 所以感覺可以開始從現有的系統裡面 - 去加深它的深度 - 加深游玩深度 - 那我覺得這個發展的方向是好的 - 因為其實我也覺得啊 - 莫里士民寺其實目前的游玩內容 - 就是很多內容其實還算足夠 - 只是深度都不夠 - 我們的多元性選項蠻多的 - 但是深度都不夠 - 所以我覺得他們從深度這個方面去著手 - 去改善 - 這個方向是好的 - 然後再來大家有發現嗎 - 我們最近幾次出的照片 - 像是雪國陣地 - 像是綠色生活 - 像是島嶼生活 - 每個社區的那個大嫂都非常大 - 雖然說它的地段數量可能不是一定都很多 - 可是它的那個社區的大嫂都非常大 - 那我覺得社區的大嫂變大 - 這個是還蠻好的 - 增加地圖的堅持性 - 我還蠻喜歡的 - 而且地圖的大嫂變大 - 也代表這個地圖裡面有更多內容可以探索嘛 - 不管是過去六年來 - 有在長期玩這遊戲玩家 - 又或者是金剛加入的 - 幾乎所有的玩家 - 都希望能夠增加更多的 - 而關於人際關係互動的深度 - 還有人物的一些自主性的行為表現 - 他說但是 - 因為墨影市民4的主城市已經出了六年了 - 所以說 - 我們能夠對主城市驚奇的更動已經有限了 - 所以看來很多玩家 - 都希望墨影市民5代能夠出 - 我們從 - 市面上看到的那麼多的假的 - 五代的 - 預告片都知道了 - 都要說 - 這個假的墨影市民5代啊 - 幾乎55克 - 都各式各樣的 - 墨影市民5代的假的預告片出啊 - 而時常都有人跟我說 - 欸你看5代要出了 - 然後傳預告片給我 - 其實那個都是假的 - 不是真的 - 如果說墨影市民真的要出5代的話 - 他們一定會在展會啊 - 記者會啊 - 或是我們報告當中 - 直接公開去宣布的 - 他說總結來看 - 雖然說 - 現在要出新的假機了 - 但是看來 - 魔影市民性列 - 還不會出新的一代啊 - 至少近期內是不會出的 - 因為對於EA他們覺得4代 - 還有很多的發展空間啊 - 最後他說 - 當他詢問了關於SAMS製作人 - 有沒有可能出新的一代的時候 - 有沒有可能出新的遊戲的時候 - 他的回應是 - 關於4代 - 我們還有很多的 - 不同內容 - 不同主題 - 我們都可以去探索 - 4代的發展空間還非常的humongous - 非常巨大啊 - 4代的發展空間非常巨大 - 他是這樣講的 - 他說關於4代 - 他覺得有很多的發展潛力 - 而且玩家 - 也希望4代 - 能夠更多深入的內容啊 - 好吧 - 所以看來之後 - 我們再一次的更加確定了 - 5代 - 近期應該是不會出了 - 至少近幾年 - 應該是不會出的 - 因為感覺 - 不論是EA - 還是SAMS的開發團隊 - 他們都認為說 - 4代還有很多的發展空間 - 那既然他們說4代 - 還有很多的發展空間 - 那未來會怎麼樣發展呢 - 那根據他們的語氣 - 看來4代未來的發展內容 - 會去從深度去著手 - 增加我們遊玩內容的深度 - 增加人物的互動性 - 人際關係 - 和人物的個性表現 - 我覺得這個發展的方向是好的 - 因為我玩了這麼久 - 會是覺得人物的一些獨特性 - 人物的行為表達 - 這也是不夠真實啊 - 不夠有深度 - 所以他們從這方面去著手去改善 - 我覺得這方向是蠻好的 - 也蠻符合玩家期待的 - 其實關於增加一些系統的深度之外 - 我還有一些新的內容 - 還是希望來到遊戲裡 - 這些聊過蠻多次嘛 - 像我希望能夠有個中學照片 - 高中的 - 然後再來我希望能夠有 - 歌手啊 樂團啊 - 然後我叫很多玩家希望有農場對吧 - 然後希望有旅館開旅館功能 - 其實這樣講一講 - 這次4代感覺還有很多內容可以加進來啊 - 好吧 - 所以你們對這次的採訪有什麼想法 - 你們希望墨西米4代能夠優化更新哪些系統 - 又或者你們希望增加哪些新的內容 - 都歡迎大家一起討論 -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-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-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-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- 我會持續更新SIMS最新消息 - 所以可以按下訂閱 - 開啟鈴鐺就可以刷通知 - 感謝收看 - 我們就下下見 - 拜拜 - 拜拜 - проек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